去保护我的家人 所以我接下来我的粉丝团会停更 直播镜头前边哭边诉说委屈 脸书粉专 林北好友版主林玉宏 日前声称自己遭到恐吓威胁 没想到这段悲情事类都是假 许姓嫌犯他曾经在云林工作过 那林姓版主他也从事 跟农业相关的一些工作 脸书写下800字声明道歉 林玉宏坦诚自己犯错了 但是部分恐吓内容有些是真的 包含收到枪跟刀的照片 而有一部分是请朋友许泽斌 帮忙传讯给自己 因为诺诺跟逃避上演这场闹剧 并强调会诚实面对责任跟问题 但如今自导自言恐吓案被彻底揭穿 共犯被逮 他却只在脸书发文不见人影 林北好友版主林玉宏 涉嫌自导自言恐吓案 却在中秋联夏期间跑到日本 疑似想要躲避风头 警方也不排除等他回台后 约谈道案说明 原来在进口弹议题爆发后 林玉宏在9月21号下午早上 许泽斌透过通讯软体 要对方用假账号传讯恐吓自己 两天后更在前立委黄国昌的直播上哭诉 随后更发声明表示自己已经报警提告 而警方在10月2号就破案抓人 但这才短短几天林玉宏就已经出境 面对自导自言风波 林玉宏在脸书上秀出党政博取同情 先前抨击绿营但政策 如今却又打着民进党党员身份 想大打悲情牌 这方诡异操作民进党也不买单 因为在这整起事件里面 你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 跟民进党有关系的人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那张党政 他为什么入党 这不得而知 林玉宏质疑进口弹却找台阶退场 借此停根粉砖 却用一系列自导自言恐吓戏码 想做收尾 没想到最终谎言全被戳破 当时在节目上哭得多惨 恐怕现在换来的骂声就有多惨 继续文艺码区张局编辑报导 对不起